所以其實啊 即使再老的車子啊 你的車輪再大的話 都可以安裝這個所謂的胎壓偵測器啦 可是很多人啊 就是現在是屬於新世代的車嘛 比如說你可能買的是現在 目前收購非常好的 像我們棚內這兩款 KUGA啦或者是AUTIS的話 他們的胎壓偵測呢 又不太一樣喔 行單帶給大家看一下 對我們剛剛講2016年7月以後 所有台灣要上市掛牌賣的新車 都已經有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顯示上的不同 沒錯 那先來看我們身房這台線的 New KUGA 它是ECOBUS的180 那我們看它其實 剛剛我們楊總也有介紹這種 直接型它的直接偵測 它的發射訊號 在四個輪子 直接到了車內儀表 我們看一下 很漂亮的數位儀表裡面 直接就告訴你 前面3333 2633 所以26我們剛剛節目前 已經把這個輪稍微卸掉了 所以它就直接有跳一個橘黃色 對 告訴你這是異常了 對 那其實基本上現在原廠的數據 以這台車我們剛剛看到它這個 B柱的下方喔 好 觀眾朋友要看一下 因為剛才我們在外面街坊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車子 到底正確的胎壓是多少 所以是在B柱下方一般都有 其實我相信蠻多觀眾去店家 可能有一些老塞 會有一些個人的迷思 我跟你講打32就對了什麼 冬天夏天打35 還有人說35啊 其實現在每一台車 每一台車越來越精細了 甚至有些車我聽過 你打不照原廠打 它馬上亮燈給你看 有一些Posh或是GTR 你只要不照它打 它馬上亮給你看 所以大家不要想那麼多了 就照著這張貼紙 原廠的給你的數據去參考 當然你還是可以依照 你打完以後上去做的舒適度 噪音度 以及你現在載的人的 每天如果都會載到四五個人的話 原廠其實都很貼心 告訴你了 對應的胎壓是多少 對 一個人 兩個人或四個人的時候 所以通常都是在B柱的下方的地方 就有一個貼紙 其實像我自己有一台老賓 它就是在油箱蓋打開 但我記得我試過 有少數的車是在引擎蓋打開 但我覺得大部分大概八成以上 都是在B柱這個位置了 而且觀眾朋友你有沒有看到 雖然儀表板上面顯示的數字是 26在左後輪 肉眼完全看不出來 請問一下你要開車 大家不要以為漏氣就一定是趴下去 那個趴下去大概都是十幾 甚至更低 所以我之前也做過一些測試 故意不去看 然後憑肉眼去看 真的20以上的漏氣 幾乎都看不出來 有 剛才不是有一個受訪的觀眾說 就是肉眼看一下 你真的是看不出來 如果你萬一史上高速公路 哇 很危險的 是 的確 好 除了這個福特庫改 我們剛才行男友講 現在是新世代車 所以有數字的顯示 另外一台現在可以說是 在台灣賣得非常好的 Toyota Artis的神車 的確 它顯示的又不一樣 對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它沒有直接儀表告訴你 四個輪子的阿拉伯數字胎 對 但是它的確就是 告訴你的一個異常的燈號 我們也看到它在它這個時速板 右邊有一個 類似馬蹄鐵中間有一個金燈號 網路上常常很多社團有人來問 這個是什麼 常常問 不要笑 其實幾乎我只要滑 我們會加入一些社團 每隔一兩個禮拜就會有人來問 所以很多人 它平常不會亮 因為它沒有樹脂 對 它真的 如果它按時保養的話 沒有遇到一半 幾乎它開了幾年 可能都沒亮 那忽然亮 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 今天我們就告訴它 那是胎下異常 對 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剛故意把它卸到 我們剛剛講的 非常非常沒氣的狀態 這個當然肉眼就看得出來 對 這如果再開就直接就是 增圓度沒有了 就是胎皮就變形 就爆胎了 但大部分人要出門的時候 不會檢查四個輪胎 我就是坐上車之後我就 對 基本上 我覺得建議大家還是最少 一個月要去量測一下 其實現在很方便 你去有一些中油的加油站 像我個人習慣 就是去中油的加油站 它都會有免費的 量胎壓的 你自己去操作一下 可是我真的蠻建議 裝胎壓偵測 因為你一上車 你一目了然 的確 對 對 就不需要 可能再跑去中油 自己還要大熱天下來 量測對不對 因為我的車就是 沒有數字顯示 但是有那個亮的燈 待會好好幫你裝一下 我就是這樣子 剛才行男有講到 像Altis裡面 它有一個馬蹄形的形狀 表示說你的胎壓異常了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讓它變成 可以直接來顯示數值呢 聽說有一個黑科技喔 我們要請到最方便的達人 Leo 你知道有什麼樣的黑科技 而且完全我們不用進 比如輪胎行去裝啊 什麼一些比較大費周章的工程 直接就可以做了是不是 對 對 那我先簡單說明一下 我手上剛好有帶著 兩顆原廠發射器 這個是原廠的發射器 對 右手這一顆 這一顆是那個 Toyota的原廠發射器 那左手邊這一顆是 BMW原廠發射器 那發射器它們外觀大同小異 其實它工作原理也一樣 它就是去量胎壓胎溫 然後把它丟出來 沒有因為比較貴的就比較厲害 也沒有 對對對 了解 那但是他們有一個關鍵性的不一樣 就是說你把Toyota這一顆 想成是日軍 那這一顆想成德軍好了 他們發出來的訊號 就像是那個摩斯密碼一樣 大家發的訊號格式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0101的訊號 對 但是關鍵是在於說 你有沒有密碼簿 你有沒有哪一本密碼本 可以去反向的去解讀它 我去攔截它 對對對 就是收大家都收得到 但是讀不讀的出來 是一個關鍵 那我今天有帶來 這樣一個小工具就是 它可以去收這台車的 原廠發射器的訊號 就這個東西只要插上去就好了 插上去 然後我等一下簡單做個配對 要做配對 就可以把數字秀出來 那怎麼配對 我要幫你做什麼 好 那你幫我拿 我做個配對 這個其實我們自己在家就可以弄 可以 真的假的 就完全不要進那個 那你幫我拿一下 有耶 它現在是在第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 利友現在要幫我們配對 第一個就是在右前方 然後顯示綠色燈亮的 你只要經過就可以了 我這邊也有顯示 有啪一聲 第二個也好了 然後第三個綠色的 四個輪胎如果呈現綠色的亮燈的話 就可以了對不對 然後它就會開始做一個顯示的數值 因為剛才我們看到 其實Altis的儀表板上面 它沒有顯示數值的 它是只有一個馬蹄形的 表示說你的胎壓是異常的狀況 四個輪胎的數值都出來了 而且有個地方有沒有看到紅色的 這個地方就是二七 就剛才我們把那個輪胎卸掉 就是左後輪異常對不對 這個很厲害 可是我必須要給你打個槍 因為像我們比較喜歡車內整潔 有這條線真的有一點醜 那我如果不想要有這條線的 有些人可能喜歡 可是我不想要的話呢 有沒有什麼方法 其實剛好這個車系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選項 就是可以破解 讓它儀表板顯示胎壓 那就會比較好看 那要把儀表板拆掉 不用拆儀表板 不用拆儀表板 那要怎麼做呢 這個東西就是把它裝到 左後吸住就可以了 不是要儀表板顯示 裝到左後吸住啊 對 不用拆儀表板 是喔 所以這個其實如果有難度 會不會很難啊 我已經裝好了 你裝好了這麼快 對 可是只是把那個飾板稍微 把它打開就不會 對 把飾板拆開 裝上去就可以 它是什麼原理啊 其實我們是把儀表的畫面 把它叫出來這樣而已 好 我們看一下儀表板上面 是不是真的顯示出來了 因為它剛才列有講說 是攔截原廠的訊號嘛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有 它還顯示胎壓不足 請到經銷商檢查嘛 對 就左後輪是27 對 那27PSI這樣 那其他三輪就是正常 33PSI 它跟剛剛那個New Kuga一樣耶 已經有數值顯示出來了 所以其實這意味著說 它原本裡面就有數值啦 在儀表板上面是沒有顯示的 這真的很厲害耶 所以它真的就是 你剛剛裝的那個小盒子啊 它就是一個最大的關鍵點 對 它就是把它的儀表板的畫面 把它開出來這樣而已 對 好 那這我們要問一下型男喔 以像這樣子的技術來說的話 真的其他現在市售上面的 這個胎壓偵測器都可以做得到嗎 我們常常說 國內的零配件廠方真的很厲害 研發這種功能 像我們今天看到這個胎壓偵測器 其實市面上其實品牌也蠻多的 讓我比較 網路上或是你去搜尋 會看到現在這ORO啦 ORANGE 這些品牌 不過今天來錄影 真的算是大開眼界 剛剛冠儀說是黑科技 連我自己開TOYOTA的車 我都沒有想到 哇 可以像ORO 它們是攔截了原廠發射器的訊號 然後像當然這個 阿提斯車比較新 直接在儀表 它就有內建的功能 就可以把它再擴充 攔截以後 把胎壓顯示在原廠儀表 那我想如果我的車 可能年紀比較老 我剛剛也有跟楊總私底下來了 他說就是要另外加裝一個monitor 就可以沿用原廠的胎壓 數據也可以投出來 我覺得真的算是很棒的設計 所以現在目前也是只有ORO 有這個辦法 可以攔截原廠的這種訊號 然後針對國內像是TOYOTA LACOS這樣的車系 都有這樣的對應功能 可是楊總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剛才我們知道說 其實原廠的這個 就是在原廠的這個 它會發射訊號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說萬一到時候 這個原廠的這個發射訊號器 它已經沒有電了 聽說要換一組很貴 對 因為我們這個就是手頭上 這個就是原廠的傳感器 它這個東西 因為它沒有電子不能更換 等到你沒電的時候 就是這個傳感器要整個換掉 那原廠的傳感器的話 其實它動輒就三四千年起跳 其實非常的昂貴 雙V的就更準 一組下來就一萬多了 一顆 對 一組下來就一萬多了 四個輪胎就超過一萬多 那其實這時候消費者 他其實有另外的選擇 你可以到外面的保養廠或輪胎店 就是類似它可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工具 那有這樣子的這種可燒路的傳感器 我們放進去之後呢 我選擇你的車款車型 因為其實每個車廠 它的傳感器是不能共用的 它的程式是不一樣的 那有這種工具之後 你就可以燒路到你要對應的車款 燒路完之後裝上去 就可以取代原廠件 可是這個價格不到原廠的一半 就可以幫車主節省 蠻多的一個荷包的 對 大省一些費用